当此时我略略清醒的时候才意识到中叶的算盘 我不敢想象它接近我是另有目的的 我不敢想象我们这两年的姐妹感情都是假的 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中叶早就计划好的话 那么如果没有许蓬蓬的这个意外 会怎样收场 中叶又打算我怎样收场 不外乎离开 但是在离开之前我还是想给他打个电话 中叶应该在医院里 因为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笑 我能去看看他吗 我试着问道 为什么要见 亲爱 我们这么久的姐妹 我就不问你整件事的经过了 我不想把你当其他的那些女人一样审来审去 我们之前就在保留一点延念吧 中叶不耐烦的语气 我沉默了一会 说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关系 能不说这没用的吗 我知道与不知道 又有什么区别 你们的关系会改变吗 你们的结果会改变吗 现在我又有了孩子 你会看着我失去丈夫 孩子没有爸爸吗 亲爱 如果你走 我不怪你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我记着的那个亲爱姑娘 还是我的姐妹 真的 我不是个会去记仇的人 话已至此 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的人生也没有了岔路 我只有一条路可以炫 但是我要到哪里去 好不容易 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等到邓叶轩回来 而我却要离开 我买了一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火车票 只告诉了阳光一个人 我还是不想走得太凄凉 我让阳光来送我 阳光站在我面前 笑着说 这样也好 你早该重新开始了 我也笑 说 就是呢 以后有空就来看我 看我一个人在别的地方过得有多好 阳光笑笑 没有回答 资源熊出品 就这样上了火车 带走的和留下的 都是回忆 我想 我最懵懂的故事应该结束了 虽然不圆满 虽然还有很多地方 我都没有看懂 但是都不需要了 我需要的 只是爱情的结果 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下一个城市 也许我会收获更多 也说不定 性感 性感 黄昏 夕阳将下 秋风有几分萧瑟 却依然温暖如下 我坐在稍显繁华的路段中间 刚给一个小妹妹画完肖像 那孩子真是可爱 我少收了她妈妈几元钱 今天的生意不错 如果我想偷懒 可以再晃荡几天 不出来工作 也能有口饭吃了 三个多月了 我从没想过 当年的拙劣的话迹 竟然成了 我今天谋生的资本 我也没有想到 我的生活会变得如此平静 所有的往事在回忆的时候 都好像不是我的一样 我不敢相信我 曾经那么傻乎乎地爱过 那算什么呢 我对自己笑了笑 收拾起话剧 今天准备到此结束 忽然一双穿着亮闪闪的皮鞋的脚 站在了我面前 我以为是过路的 或者来看热闹的 没有理会 那双脚并没有移走 那人反而蹲了下来 用带着笑意的声音说道 今天能为我画一幅吗 我一抬头 暗暗地惊呼一声 但是马上又让自己镇定下来了 面前这个人不是邓叶轩 只是有些像而已 尤其是笑的时候 嘴角和眼睛里的神采都像极了 我忽然想到 那个喜欢中叶的男人 他跟邓叶轩相差很远 却为了中叶刻意模仿邓叶轩 但至多也只是穿着打扮和背影 而我面前这个人 仔细一看也和邓叶轩相差很远 却在脸上隐藏着一样的魅力 或许都是成熟吧 怎么 拒绝给像我这么帅的人画像吗 那人得意地说着 我轻轻笑了 心想这人可真是自恋 但嘴上却还是客气地说 当然不是 刚才正在收拾准备回家了 不过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一幅的话 当然可以画 我说着 就准备把收拾进去的画具再拿出来 他抬头看了看天 微微皱着眉头 说道 怎么办呢 好像天要黑了 万一这样的情况 你把我画得很丑我可不负前哀 我看他西装革履 倒也像是个讲究的人 应该不属于流氓恶哨之类的 没必要欺负我这个弱女子吧 我说道 那要不你明天再来 明天早点来 行吗 他好像很犯难 说道 我很忙的 就现在有点空 过了今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能有时间 这样吧 我们到光线好的地方画 当我是什么 我是卖画的 又不是卖身的 谁知道会带我到什么地方呢 我头也不抬 继续收拾我的画具 收拾好了 我拍了拍手 没好气地对他说 要么你就等明天再来 要么你就找其他人给你画 我不上门服务 不好意思 说完我拿起包 就走了 第二天 我有些心不在焉 我想他会不会来 忽然对他有些好奇 可是 他没有来 第三天 他依然没有来 一周过去了 他都没有再出现 我想 他只不过是路人 偶尔从这条路上经过 偶尔看见了我 偶尔想给自己画幅肖像画 却又偶尔的错失 我见有些遗憾 如果当时我跟他过去 下面的故事 也许不一样呢 我摇摇头 告诉自己 不能因为邓叶轩 而对这个人抱有好奇 半个月过去了 我的生活还是 循规蹈矩地过着 又是那样的一个黄昏 又在我即将要回去的时候 那个人又出现了 我一看他的脸 就知道是他了 但是我 还是假装不认识地说 先生要画画吗 他浅笑 说道 明明记得我 干嘛装不认识 我一愣 没有回答他的话 他又接着说 不过 你这个一个姑娘 在这里画画 怎么就没想过 安全不安全 有什么不安全的 他一笑 把手里的一个档案袋 扔给了我 说道 你看看吧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过还是接过了 那个袋子 打开一看 惊呆了 竟然全是我的照片 还有几张是素描 不过我还是笑笑 说道 真是费心了 竟然还有给我画素描的功夫 谢谢了 你不会以为 这都是我干的吧 不是你干的话 怎么会都在这里 我淡淡地说 他无奈地笑了 然后说 好好 就当都是我干的 那为了报答我 你今天无论如何 得给我画幅画了 我真的是没时间 还有 你以后不要在这里画画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地方 我瞅了他一眼 说道 好 今天给你画画 地点拟定 性感 性感二 他诡异地对我笑笑 说了句 跟我来 我竟然真的就跟他去了 路边停着一辆白色宝马 他开了车门叫我进去 我看了他一眼 便坐了进去 他满意地笑了 一坐下来 我忍不住四下看了看 怎么说 也是第一次坐宝马 往后一转头 打眼就看见 车后座上 一件女人的内衣 我的脸刷得就红了 他忙着开车 没有在意 然后此时 我已经非常后悔了 为什么要跟他上车呢 看这情形 他一定在车上 解决过不少女人 然后那些女人的结局 又是什么呢 不敢想象了 我双手紧紧地钻着我的包 好像他马上也会对我动手一样 他泰然地开着车 一边开 一边跟我聊天 他说 我叫萧冉 是个有几个情人的单身青年 你呢 你叫什么 我心里一紧 有些害怕了 真是碰见了太前卫 太无所谓的家伙了 我就不该以貌取人 不该信他 不过 我还是壮了壮胆 说道 我叫青矮 是个因为 残害社会大好青年 四处逃窜的女犯人 她一听 略略吃惊地看我 我下巴微微扬起 说道 怕了 不是 我吃惊不是因为怕了 而是没想到 你一个弱弱的小姑娘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以为 你是很纯情的那种呢 看来我看错了 她的表情竟有些失望 然后不再多说话了 我也闭口不言 车子在一家大酒店门口停下了 她转头对我说 到了 我一看是酒店 心里就明白了几分 转头愤怒地对她说 你叫萧然是吧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你以为我是那些随便给你在车上怎么样的人吗 她愣愣地说 你在说什么 我从没这样认为 那就是可以在酒店里做什么的 你是不是想进去开个房 然后在房间里叫我给你画画 不会是想画裸体吧 我呸 姑奶奶不陪你玩了 我说完就开车门出来了 她奇怪地看着我 我已经走出老远了 她也没说话 我站在路边 伸手拦出租车 她忽然开着车追上来了 在车里探出头来对我说 回家的话 我送你吧 反正是我带你来这的 有责任把你送回去 我哼了一声 没理会她 她又问了声 你做不做 不做我可走了 我依然没理她 她竟然真的开着车子扬长而去 我对着她远去的车子直跺脚 真是个不负责的家伙 那天回到家之后 心里一直闷闷的 于是就歇了两天 第三天拿起话剧出门的时候 还在想要不要换个地方 但是那里 我已经坚持了近三个月了 渐渐也有些人气 如果就这么放弃了 有些可惜 再一想 我凭什么因为那个人 就放弃那个地方呢 刚刚落座 就有三个小伙子过来了 一个个地抖着一条腿 问我画画的价钱 我看了他们一眼 一看就不是诚心来画画的 于是没好气地说 一张五百 哎哟 这么贵呢 赶上陪哥们睡觉的钱了 哎 陪哥们一夜 你的画一张五百 怎么样 一个手里叼着烟的家伙说 我很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 这可是光天化日的 怎么敢这么嚣张 妞 跟你说话呢 我说 哥们给你介绍好的活路 以后也不用在这风吹雨打的 真的 你这脸蛋还不错 你要是不信去跟我们那里的姐妹聊聊就清楚了 我一声不吭 拿起手机 拨了铃 说道 市中商业街南路段 有几个流氓正在挟持 我说完就挂了 我没有开玩笑 确实是拨了铃 靠 这游戏好玩了其中一个说 此时已经有路人开始注目这里了 我心想 我已经算是个一无所有的人了 就算暴尸街头 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我站起来 一边截我上衣的扣子 一边对他们说 想怎么样 要我制造点现场吗 还是陪你们睡觉 过来吧 姑娘奉陪 他们显然是愣了 面面相去 我把上衣脱了 一下子吸引了一堆围观的人 我拿起画板 对着那三个人 就是一阵乱打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到 打得重不重 我只是像疯了一样地打着 还打 人都跑远了 那个叫萧然的人又来了 他说着 还拾起了我的衬衫 给我披在了肩上 看来我准备的那几个人 不能上场了 我转头问他 这是什么意思 他笑着说 我本来请了几个人 想准备了一场英雄救美的好戏呢 不过 看来一点也不需要了 这些真枪实弹的家伙 你都不怕 更不怕假的了 我得琢磨个新的招数 性感 性感三 我冲他说了句无聊 重新穿好我的衬衫坐下来 接着等我的客人 他冲那些围观的人说 散了散了 都散了吧 然后蹲下来对我说 你这定力 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你还能在这好好画画吗 我没理会他 他接着说 我跟你说 他们已经注意你很久了 像你这种四处漂泊 无处可依 又有点姿色的女子 一般都是他们的目标 不过他们要先搞清楚你的背景 断定你是个疑似失踪人口 没有什么会给他们惹麻烦的后台 才会来拉拢你 没事你走吧 我不想听他啰嗦 而且看起来 他好像对此很是精通 我是没事啊 不过你有事啊 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 再过一段时间 又会有另外一帮这样的家伙来找你的 这个城市的那个行业 像张大王 对你这样的女孩 总有办法吸收 他还在欺而不舍地说着 其实我心里也在犯嘀咕 这样下去 还真不是办法 其实 这里和我一样卖画为生的 大有人在 只是 人家都是男的 只有我一个是女的 我自认为 我已经很低调了 可是 没有办法 像那个萧然说的 我这种无处可依的女子 终究会成为有些人眼里的耳料 正想着 林来了 可能是因为 就在市中心附近的缘故 警察进来得很快 发生什么事了 林问道 我总不能说人已经被我吓跑了 这样胡乱打林的电话 应该是妨碍公务的吧 于是我看了一眼身边的萧然 说道 她 一直纠缠我 我不认识 你们帮我解决一下吧 萧然一听 一只手插着腰 一只手指着我说 这个女人有点狠啊 林一听有些犯难 说道 这个 我说了句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把她带走就可以了 我一个弱女子 也实在是 拿她没办法才这样的 林看着萧然 说道 小伙子 我看你一表人才 不像是个会胡搅蛮缠的人 我们今天就不带你了 你自己自觉点走吧 萧然无奈地看着林 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从身上掏了一张名片递过去 说道 你们看看 我这个身份 是会胡搅蛮缠的人吗 几个林接过名片 焦头接耳了几句 没有说话 萧然接着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理解你们 我们小两口吵架呢 等会就好了 真是抱歉 我替我老婆向你们道歉 以后绝不再胡乱报警 我一听 赶紧解释 别听她胡说 谁知 林竟然不信我 看着我 很无奈地说 好了 两口子的事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不过以后 要是再因为这样报警 要惩罚的 我们整天 要是都因为这些事 跑来跑去 那其他的治安事件 可怎么办啊 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吧 说完 看了看我和萧然 一行人都走了 萧然还微笑着招手 跟他们说再见 真是 再也没见过 这么无赖的人了 等人都走了 萧然看着我 摇了摇头 说道 我发现了 你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跟不讲理的人 就不能讲理 说完拉着我就不松手 真是很莫名 到底从哪里出来的这么个人 怎么这样缠着我 凭什么我就要跟他走 凭什么就要听他的 不过 他这样耍起赖来 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拉也拉不过他 吵也吵不过 就这样不出声地跟他走 没想到他带我去的 还是上次那家酒店 我冷笑一声 说道 你倒是挺专一 他不理我 一直把我拉进酒店里 刚进大门的时候 就听见门两旁的适应声 低头喊着 萧总好 我一愣 难道这是他家的酒店 原来是个顽固子弟 借着家里的威风 在外面泡女人 这么一想 怎么看这个男人 都是个草包男人 连最初觉得 他像邓叶轩的那点好感 也没有了 性感 性感似 他把我往酒店 大厅里的沙发上一按 然后坐在我对面 看着我说 我们这个酒店呢 现在在考虑对客人进行额外的增值服务 我看你画画 还可以 又没有个依靠 突然善心大发 想请你来店里 给愿意在临走前 带走画像的顾客画画 我每个月固定给你工资 如果客人愿意给你小费 又会给你多少 这要看你自己的本事 小费都算你自己的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考虑 我一仰头 说了声好 他显然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 愣了一愣 说 你想好了 答应之后 可不许反悔了 我点点头 说 以后说了风吹雨打的 这里环境又好 又比外面安全 又有固定的收入 我没有理由拒绝 他满意地点点头 说 好吧 那就这么定了 不过 你要先给我画张 算是叫我瞧瞧你的手艺吧 我拿出画具 准备开始画 等等他说 你以为是在这里画吗 我要画全裸像啊 你不会叫在一个堂堂的总经理 在这里脱衣服吧 我一愣 说道 对不起 我不画全裸像 他有些为难地说 这可不行 有很多客人 都是有这个嗜好的 我现在只是带你去演习 是我在为艺术献身 你有什么好不同意的 我看了看他 心想 你的目的应该不止于此吧 不过 也是 是你在为艺术献身 我在大街上 自己脱衣服都不怕 难道还怕看你的裸体吗 于是我说 好啊 画吧 你无所谓 那我也无所谓 他开心地叫我等等 然后到服务台说了几句话 便拿着一把钥匙过来了 对我说 跟我来吧 我提起话句 跟在他后面走了 进了电梯 到了六楼 他一直在前头默默地走着 但是我跟在他后头的感觉 却像是 他在走一条已经熟悉的 不需多想的路 他会对我做什么 我还是不能确定 但是看他的样子 也不像是会胡来的人 跟男人去房间 这不是第一次 只是来这么好的酒店的房间 却是第一次 上一次是和邓叶轩 在学校旁边的小房间里 只是 最终我们什么都没做 想起来 竟有些遗憾 邓叶轩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他什么都没做 如果他做了什么的话 也许我们就会为了爱 更奋不顾身一些 可是 我们却因为什么都没发生侥幸分离 我正想着 却已经到了房门前 他没有去开门 转身看了我一眼 说道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我想 你最好考虑清楚 我是个生意人 不会做没有回报的付出 你懂吗 我从刚才的思绪里出来 奇怪地摁了一声 没有明白萧然说的话 萧然看着我 又强调了一遍 说 我是说 你要好好想想 天上是有可能掉馅饼的 但是你能吃到 还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你已经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 我一愣 但是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然而这个时候 我却想起了邓叶轩和许飞飞 这两个都有可能拥有我第一次的男人 却都因为我的一句 我是处女而退缩 想到这里 心里有些隐隐地疼 假如彼时我不是处子之身 是不是他们就会因为不负责任 而和我发生关系 那么眼前的这个萧然呢 假如在和她发生关系后 才让她知道这件事 她是会负责 还是不会 应该不会的吧 两个尚且爱我的男人 都不能说要对我负责 更何况 一个只知道占有女色的 萍水相逢的萧然 男人要的 不过如此 我没有对萧然说什么 只是示意她开门 她是个聪明人 自然明了 性感 性感五 进了房间 我放下话剧 问道 先画画 还是先做事 萧然一愣 随即哈哈笑起来 说道 当然是先做事 不然 叫你给我画裸体画的时候 我会不自然 咱们需要先彼此熟悉感情 这样我就不会在你面前脱光了 还难为情了 我冷笑一声 这样的人怎么会还知道难为情 我往床上一坐 说道 来吧 萧然哈哈大笑 说道 你都是这样没情调的吗 怎么这么美好的事 被你说得像是复刑场一样 我没回答 因为我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 至于怎样才算有情调也不懂 不过 想想有点冤屈 第一次就要跟这样一个男人 但是 都无所谓了 对我来说 生活到了这样的境地 也就只能随遇而安了 下面该怎么样 我还不清楚 遇见什么 就是什么吧 也许 这就是我的命数 萧然笑着打开柜子 拿出一瓶红酒两个酒杯 桌子上的音响一开 轻柔的音乐声就起来了 她把红酒递给我的时候 我无奈地笑了下 说道 原来这里 是你的革命根据地呀 萧然笑着说 聪明 不过 这里只是 部分根据地 我只带我的情人来这里 其他的杂乱人员 我是不会带来这里的 哦 这么说 我这么快就上升到情人阶层了 我嘲笑着说 这话不单单是说给萧然听的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萧然笑笑 没有说话 跟我碰杯 喝了几口红酒 她接着看我的眼神就不对了 有贪婪的情欲 我有些紧张 一进门时的大无味 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 萧然坐在我旁边 拉着我的手说 你好像有点紧张 不要紧的 我会叫你满意的 我还硬着头皮说 没什么呀 又不是第一次 萧然拍拍我的手 说 好 你准备好了吗 我使劲地把眼睛一闭 说准备好了 当然萧然的气息 向我压过来的时候 我心跳得厉害 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支撑我继续下去的勇气 就在萧然吻我的时候 我想起了邓叶轩 想起了许飞飞 忽然就平静了 原来 我在报复 无论如何 我心里是有报复的成分的 好吧 你们都不要我 自然有人会要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对我来说还非常陌生的男子 我也愿意 萧然不仅是个老手 还是个老手之中的高手 对于我这么一个对此经历为空白的人 他竟能叫我觉得美好 他不急于占有我 他的吻合手都是轻轻的 却又带有力道的 让我的皮肤觉得恰到好处 在他的引导下 我开始放松 全身都在放松 我一直闭着眼 不去看萧然的脸 他一看就要推开他离开 我也不去想我将要交换到的是什么 即使什么都没有 我甘愿了 不过 我还是有隐隐的庆幸 女人的第一次 遇见了这么一个懂得女人的男人 那么传说中 因为第一次的疼痛 而引起的心理阴影 可能就不存在了 然而 我对于疼痛毫无防备 我没想到会那么疼 但是我没有叫出来 我咬着牙坚持着 我感觉到额头的汗在往下流 萧然看着我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拍拍我的脸 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 说没事 但是他还是停下来了 担心地看我 这时候 他发现了洁白的床单上 大片的红 他愣了 睁着眼睛问我 你难道是第一次 性感 性感六 我无力地躺着 轻轻嗡了一声 他忽然俯身拥抱我 轻轻在我耳边说 为什么不说 我以为 我以为你 不过是个风尘女子 我忽然有些畅快 为萧然的内疚畅快 看看 有些责任 是有些男人负担不起的 我推开萧然 坐起来 披上衣服 淡淡地说 如果我是个风尘女子 你以为你就可以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吗 你可以拿你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来交换一个风尘女子的生活吗 你太幼稚了 萧然看着我 眉头紧皱 说道 对不起 我起身走到卫生间 擦洗我身上的血迹 刚才那种钻心的疼 似乎还在 它填补了我心里大片的空白 从今天开始 我的单纯 是不是就这样消失了 我的人生 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挥霍了 许飞飞会痛恨我的 假如她看见 她一定会恨我的 邓叶轩一定会恨自己 这是她带给我的路 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萧然已经穿好了衣服 我边穿衣服 边对萧然说 怎么衣服都穿上了 话还没话呢 萧然显得不知所措 跟她之前的态度 还有她的身份都不相符 她说 你真的无所谓吗 我笑了 说道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清楚 我有所谓的话 也不会跟你进这个房间了 萧然深吸一口气 说道 那好 你不会介意 我就放心了 那么 从今天开始 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笑了 因为萧然说的这话很好笑 我说 我不需要一个 有很多情人的男朋友 我是有很多情人 但是女朋友可一个也没有 如果你觉得你这样玩 我还不够的话 你就说 我是你女朋友 把我无奈地说 这个男人 不是一般的自私 萧然想了想 说道 好吧 等一下 我就给你安排上班的事 说完伸出手 一副很正经的样子 说 握个手吧 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我伸出手 行事地和她握了握 然后我说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等办完手续 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明天正式上班 对了 一起吃个饭再回去吧 萧然说话的态度很好 我嘲笑地说 好吧 那就陪你吃个饭吧 补偿我今天没有叫你尽兴的事物 萧然一听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没想到还会脸红 我得意地轻笑一声 转身向门口走去 门一打开 我愣住了 门口竟然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 歪着嘴冲我冷笑 我转身看了眼萧然 萧然无奈地歪着头 出门口那姑娘说 真是到哪你都能找到 看到了 心安了 我一听 怎么像小两口的语气 但是这不关我的事 我对那女的说 请让一下 慢着 我还没看清 是个什么货色呢 说完上下打量我 我抬起头给她看 和她对视着 她一惊 从我旁边走了进来 走到萧然面前 半天才说 瞧这一床 还是个醋的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还敢玩醋的了 听她的口气 由刚才的轻蔑 变成了愤怒 我不想理会 但是转身对萧然说 我去大厅等你 别忘了一起吃饭 说完我就往外走了 站住那女人 冲我喊道 叫我站住我就站啊 当自己是谁呢 我继续往前走 那女人追出来 在我身后说道 我会给你钱的 别以为自己是个醋 就能要挟萧然 最好清楚你自己的身份 接着她就被萧然 拉进房间了 还说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也没心情知道 出了电梯 到了大厅 我坐在沙发上 安静地坐着 等萧然出来 性感 性感期 萧然还没出来的时候 有位小姐走过来 递了张纸条给我 还顺手递了支笔 我很快就填好了 因为除了我的个人信息 实在没有什么可填的 工作经历我填了空白 学历也是空白 家庭关系也是空白 小姐拿起来看了看我 似乎有些为难 说道 你能再填得详细点吗 我说 这就是我的全部信息了 没有更详细的了 她只好拿着 那张单子走了 不一会儿 萧然就出来了 身后跟着那个女的 只斜了我一眼 便故意不正眼看我了 我以为她会过来 跟我说几句 没想到 她竟直接朝门口走去了 只有萧然一个人 朝我走来了 我心里感叹一声 觉得这女人很可怜 看起来跟萧然的关系 不一般 但是却要忍受 萧然这样的肆无忌惮 女人自己 非得把人生过得 这么不堪吗 萧然还像先前一样 坐在我对面 对我说 刚才 不好意思 不过你别放心上 我没事 我把我字说得很重 萧然轻轻笑了笑 说道 我也没事 呵呵 刚才那女的 恐怕你 以后会常见到她 我未婚妻 不过 除了仗着未婚妻的三个字 飞扬跋扈外 实际上没什么可怕的 所以你胆子 才这么大 你怎么不想 想她的感受 发现自己的未婚夫 和别的女人在房间里 我鄙夷地说 萧然无所谓的样子 说 这又不是第一次 她明明知道 我是玩玩的 所以如果足够聪明 就不应该来看 只是这人一根筋 每次都想知道 跟我进房间的女人 是个什么样的 会不会对她造成威胁 这是她的惯例了 萧然说完 看了看服务台的几个小姐 说 刚换的一批人 怎么还有她的眼线 我冷笑一声 钱就是眼线 萧然点点头 对我竖了竖拇指 跟萧然一起吃完饭之后 她送我回家 我坐在她的宝马车里 又想起了第一次上车 看见的情形 笑了笑 说道 以后风流完了要上后好 不要什么都往车上扔 万一接的是重要人物 可就不好了 萧然笑笑 说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不过那不是我干的 我之前把车借给了一个兄弟 遗留下来的 果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到家的时候 萧然执意要去我住的地方看看 我便让她看看了 她一进屋 眉头一皱 说道 这地方环境太差了 改天你搬吧 我在那酒店附近有个房子 你搬进去住 上班也方便 我摇摇头 她一瞪眼 说 就这么定了 我觉得好笑 说 你可真幼稚 谁知她竟喊了一声 你是我的女人 得听我的 我一愣 哈哈笑得我肚子疼 这人实在是很会自说自话 我什么时候成了她的女人了 就因为那床单上的红吗 萧然说 你不用管了 过两天 我找人来帮你搬家 我渐渐止住笑 说道 算了吧 我可不想让人说你进屋藏郊 再说 很多女人住过的房子我不住 萧然不服气地说 我跟你说 我还就进屋藏郊了 不过 那可不是很多女人都住过的房子 连惠心都不知道那地方 惠心是谁 我奇怪地问 就是你今天看见的那个 我常常地嗷了一声 忽然觉得 这是很好玩 一个有未婚妻的男人 给了我一份工作 现在还要我住进他的房子里 更奇妙的地方在于 他还要了我的初夜 如果我陪他玩下去 会怎么样呢 性感 性感吧 我被安排在酒店大厅里上班 大厅里除了客人们休息的沙发 又多安置了一套 旁边放满了报纸杂志 还放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个性字画像 留念几个大字 下面还有酒店名称和盖章 我的位置离服务台很近 估计是考虑到 我一个人太过孤单 没事的时候 可以和服务台的姑娘们聊聊天 虽然萧然想得很周到 可是我却没有心思 和那几个姑娘聊天 我宁愿坐在那里发呆 第一天 一直到临近下班 都没有一个客人来画画 我想 我的开张 画要等些日子了 就在我喝最后一杯咖啡 等着下班回家的时候 忽然听见熟悉的声音 那声音说 小姐 昨天订好的房 我吃惊的一转头 看那背影应该是榴莲 她办好了手续 拿着钥匙转过身来的时候 我看见她的脸 果真是榴莲 但是已经变化到我不感认的地步了 她的妆化得很浓 虽然离得远 我还是看得清她脸上的颜色 现在的天气已经转凉 可是她却还是夏天的清凉装扮 裙子很短 高高的斜跟 使她变得妖娆起来 她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 她的胳膊 还挽着一个稍稍上了点年纪的男人 我本不想叫她 毕竟两年未见 再说 她现在的这种状态 未必想见到我 可是 她身旁的男人却忽然说 咦 这怎么还多了一项服务 挺有意思的 于是榴莲便停下脚步 转身向我这边看了过来 她转过来的眼神 正好迎到我注视她的目光 她一惊 我冲她笑笑 说好久不见 她旁边的男人 一看我认识榴莲 马上说 原来认识 你们先聊 我这边还有事 说完便先走了 榴莲走过来 坐在我对面 无奈地笑笑 说道 我以为 你会一直守在那个地方呢 这么轻易放弃 真不像你 我苦笑 说道 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的 但是发生了太多事了 我再不离开 一天也过不去了 榴莲看了看我 说 你变了好多 毕竟两年了 不过 比起你的变化 我实在不算什么了 榴莲低头看了眼熟指甲 我这才看见 她那修得规律无比的指甲 一晃 什么都变了 我们是姐妹的那些日子 好像也就是昨天 怎么一转身 我们都到了这般境地 真没想到你在这里 世界真笑我笑着说 榴莲冲我笑笑 抖着手拿出了烟 我看了看她 说 给我一只吧 榴莲一愣 说你也抽 我笑笑 说很早以前就开始抽了 第一次抽的烟还是邓叶轩留下的 于是我和榴莲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着烟 没了话 我没有问她那个男人的事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不像是正常的关系 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些希望 希望榴莲还有当初的影子 刚才那个男人 我是她秘书 但是偶尔会出来开房 榴莲忽然不抬眼地说 说得轻松而有沉重 性感 性感久 我没想到我能这么轻松地说着邓叶轩 也没想到榴莲能这么轻松地说着她和那个男人的关系 手里的烟很快就吸完了 榴莲有要走的意思了 我说 有事你就先忙去吧 等走的时候 要是想要张话 可以来我这里话 榴莲说好 起身离开了 我默默地看着她的背影 确信那是榴莲 却又不敢相信 假如阳光看见现在的榴莲 会不会有些许的自责 我只是没想到 我和榴莲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最后竟然是这么相似的结果 我们都没有爱 爱情对我们来说 是奢侈品 后来榴莲没有来画画 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一直到下班都没有看到她 萧然打电话说要和我一起吃饭 我拒绝了 今天尤其没有心情 但是等我到家的时候 发现萧然带着几个兄弟在楼下等我 我上前 问萧然想干什么 萧然很理所当然的样子 说 搬家呀 我那边的房子 今天找人收拾了一下 刚收拾完 我这就叫人来帮你搬进去 真没想到她这么自以为是 我说 你和我一起住吗 萧然鬼笑一下 说道 那里是我的地盘 当然是我有空的时候 想去住住 想去住住就去住住了 我想了想 慢慢地说 我随便你 不过你要小心点 嘿嘿 难道你还能吃了我 萧然跟在我后头准备上楼 我边走边说 以前跟我同居过的一个男生 后来 他死了 他和我住了两年 还有一个和我住不到一个月的男生 后来 他疯了 你看看 你想选哪个结果吧 萧然一听 哈哈大笑 说道 吓唬谁呢 就算是真的 我也不怕 我转身 严肃地看着他 说 你太天真了 简直不像一个老总 对一个你对他一无所知的女人 你竟然敢跟他这么近 如果不是遇见萧然 也许我还不能了解我自己 不能了解我现在的这份平静和无所谓 生活 男人 爱情 全部都变得很无意义 我的意义就是活着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奢求 摆在我面前的一日三餐是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见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不多想为什么 不多遗憾 不多感伤 不让自己像以前那么累 所以 我不爱了 谁都不爱了 萧然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小声对我说 我以为 一个在跟我上床时 还是处女的女孩 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小声还击她 一个是处女 还无所谓的跟你上床的女孩 你难道不觉得已经坏透了吗 萧然被我说得愣在那里了 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我摇摇头 说道 好了 我的萧总经理 你还是回家再考虑清楚吧 我可不怕你那个未婚妻把我赶出来 我怕你把我赶出来 萧然略略一沉思 对后面的兄弟说 你们先走吧 我冷笑 真是没勇气的男人 转身上楼了 可是萧然却跟着我上来了 我无声地开门 然后让她进来 她说 我今天助你 这可以吗 随便我回了句 我保证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和你聊聊天 我笑笑 说 你就是做什么 我也不反对 反正都有了第一次 血已经脏了 还怕走泥潭吗 性感 性感灵 萧然皱着眉头看着我 说道 你总是这样生活的吗 怎么这么无所谓呢 我递了杯水给她 说道 我无所谓 我可是活到现在都是处女的乖女孩 要不是遇见你 我还是一样乖乖地生活着 你呢 有着未婚妻 有着情人 还想着更多的女人 到底是谁无所谓呀 萧然用双手按了按 说道 好好 你厉害 咱不说这个了 我可不想到 你这了 还被数落个不停 萧然说完 往后面的沙发上一靠 闭目仰神起来了 我问萧然有没有吃晚饭 她摇摇头 于是我便下楼买了点菜回来 顺带买了两瓶啤酒 萧然看着菜 几乎没怎么吃 我笑笑 没说什么 这跟她平日里 吃的山珍海味 差了好几个档次 她吃不下也是正常的 于是我吃菜 萧然喝酒 晚饭就这么对付了 晚上 萧然死活不肯走 往我的床上一躺 还真当她自己是我的男人了 我在床边坐了好一会 也只好躺下了 就在那一刻 我想到了许飞飞 这么久都没有想到她了 这时候身边躺了个人 便想起了那时的 那时的许飞飞 她就这么陪了我两年呢 两年 她都没有过非分之想 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在爱我呢 就算是她知道自己 必然要离开 而不想耽误我 她的坚决 依然叫我佩服 并且难过 我背对着萧然躺着 闭上眼睛 想到的全是许飞飞 此生 我再遇不到那样的少年 像许飞飞一般 坚韧纯洁的少年 也只存在于意识吧 至今 我一直记得的 是她干净的笑容 在图书馆门外 她站在许蓬蓬身边 忽然转头 冲我微笑 那一格 就那样定在那里了 还有 她在酒吧里 忽然说我是她的女朋友 然后拉我出来 她在夜里拥着我入睡的体温 也那么真实 可是 她就那么走了呢 想着想着 我好像真的又看见了许飞飞 她站在我面前 笑咪咪地说 亲爱 你瞧你那多年不见阳光的样子 要念拉 然后我高兴地朝她奔跑过去 终于站在她面前了 我问她 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我 她不回答 笑着抱紧了我 抱得很紧 我几乎要窒息 但是也确实温暖 可是这温暖 竟像真的一样 惊醒的时候 才发现 笑然紧紧地抱着我 我使劲正开她的手臂 她轻声说 别动 我终于有些不高兴了 对着她的手臂咬了一口 她疼得松开了 我坐了起来 说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你也不像个会纠缠的人 再说 什么样的女人你没见过 没必要在我这里打扰我 笑然唉呦地揉了揉胳膊 什么也没说 也不解释 忽然抱住我 把我按在床上 说道你别动 我只是想补偿 我用力推她 却推不动 毕竟我只是个弱女子 前几年的伸手早扔光光了 你补偿什么 你要真是想补偿你 就不要再这样了我生气地说 蕭然根本不管我的话 嘴巴和手都不老实了 我没有像上次那样顺从 一直反抗着 蕭然却一直不屈不挠地争取着 就这样 我们在床上僵持了近半小时 我终于累得没有力气了 蕭然也累得躺在一边 说道 其实 我早就认识你 性感 性感 我一愣 蕭然接着说 你还记得马俊吗 我略略想想 便想起了那个站在 我房门口的男孩子 我说记得 蕭然说 马俊是我表弟 只是上初中前 我们一家跟着爸爸搬到这里了 后来就很少来往 不过放假的时候回去过几次 他总是说起你 拿你的相片跟我炫耀 说这就是他喜欢的女孩子 上档次 听他说多了 还真想看看你什么样 可惜 他说 你几乎没回过家 前两年他毕业了 本来是在我们酒店工作了 只做了一年 他自己又辞职另谋出路了 不过 就那一年 我也没少听他讲起你 他只是拿你的相片看 听说都没跟你联系过 那天在路上 我一看见你 觉得眼熟 后来想了好久 终于想起来了 你就是马俊说的那个女孩 所以 我会带你去酒店房间 不是因为我无所谓 而是 真的和好奇 好奇到想要占有你 萧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我却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觉得 人生的路其实很窄 世界也小得可怕 刚刚遇见榴莲 这下好了 也偶然相遇的萧然 也有某种连带的关系 走到哪里 好像路都 只有那么一点 没有哪里的人 是完全的不知道你的过去 我一翻身 说 睡吧 萧然叹了口气 说道 我以为我比马俊强一些 原来也不过如此 我说 你都是说不定 哪天就要结婚的人了 不要这么活得不正经 我活得不正经 我就是活得太正经了 所以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纠正他的话 说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不是挺好吗 他郁闷地说 不好 一点也不好 那个未婚妻 已经三年了 是我爸爸亲点的 所以才订得婚 没意思 他仗着自己的家事 和我爸爸撑腰 对我为所欲为 还想管着我 简直好笑 我没有他 还是我萧然 最近 爸爸说要结婚 我真是烦得头要炸了 我轻声说 好了 别跟我这样的小老百姓说 你那带有贵族气息的烦恼了 在我看来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还是你自己有贪念 不喜欢就不在一起 订了婚就退呗 喜欢就在一起 要结婚就结呗 这是多简单的事 不要对我说我不懂 把事想复杂的人 应该好好想想你到底 比我多懂什么 萧然忽然沉默了 我便在她的沉默中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萧然已经不在了 我照样安安静静地 洗脸吃早饭 然后准备上班 正要出门的时候 电话响了 是杨光的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在哪里 知道我的电话 杨光在电话里兴高采烈地说 他来看我了 我很奇怪 怎么这小子忽然就跑来了 杨光倒是理所当然 他说 周末 无处可去 就来看你了 我才想起来今天周末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周末 按理说 周末的话 酒店应该更忙的 没想那么多 我给萧然发了个短信 说有事不上班了 杨光还是第一次来看我 我总觉得 他应该有事要告诉我 可是他一直笑哈哈地陪我聊天 我安静地听他说话 说着说着 杨光忽然不笑了 看了我老半天 说 亲爱 你变了好多 我笑笑 你怎么会忽然变得这么 这么淡然 好像什么都不关心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 杨光说道 我一笑 说 怎么这话听着这么耳熟 我想了想 好像是萧然说过我 亲爱 你确定你 真的什么都无所谓了吗 原来的事情都过去了吗 都过去了 真的 除了许飞飞 我还有点想他 其他的都过去了 可是我说这话的时候 心里想的却是邓叶轩 杨光吸了口气 开玩笑地说 怎么就不想想我 我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不会真的就是来看看我吧 没有其他的事了吗 杨光摇摇头 眼神却不确定 性感 性感二 我轻声说 不想说就不用说了吧 反正我也是无所谓的 杨光看了看我 忽然问道 你是不是一直很内疚 对于邓叶轩和忠叶的是内疚 我看了看杨光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的 我内疚 非常内疚 我为了自己的所谓的爱情 在伤害无辜的人 这份伤害不是我想的 可是却发生了 杨光看着我说 我有一个消息给你 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 会不会就少一些内疚 我知道 对于这件事 我还是有些自私 总是希望能帮到你 我看着他 等着他带来的消息 杨光呼了一口气 说道 忠叶 他没有怀孕 他只是以此来骗得你的不安 然后叫你离开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 这就是忠叶对你设的骗局 我只知道 这件事他骗了你 也骗了邓叶轩 邓叶轩来找过我很多次 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 我不知道 他怎么会算出你 和我会有联系 但是我都没给他 我只是想 你也许不需要他了 你需要的是安静吧 对于忠叶没有怀孕这件事 我有微微的惊讶 但是又觉得 好像早有预感 不过 心里原来的那份不安 确实一下子少了许多 然而 取代他的 确实心寒 忠叶 我一直希望 他只是我那个好姐妹 我一直希望 他曾经对我的 都是真的 我抖抖手 问阳光 有烟吗 阳光 从身上拿出一根烟 递给我 说道 给你预备的 我接过烟 点燃 默默地抽着 阳光也不说话 我忽然对阳光大喊 干嘛要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 可是现在邓业轩准备和中叶离婚 阳光也大声跟我说 这是 TMD什么时候才算得完啊 你以为你 躲到这里来这事就完了 你看你现在那个样子 这是不彻底解决了 你就不好好 对待你自己 我怎么不好好 对待我自己了 我每天寻规蹈矩 我每天认认真真 我该怎么活着 就怎么活着 以后他们的消息别告诉我了 阳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一跺脚 说道 我这是操得哪门子心 我这不是瞎忙活吗 成 再也不管了 下回邓业轩那压的再来找我 我直接给他一脚 都别来烦我 我看阳光那个样子 又有些不忍 道歉说 对不起 我有点激动了 阳光见我道歉 脸色缓和了一些 无奈地说 哎 不说了 一说你就激动 永远听不得邓业轩三个字 说说你吧 现在怎么样 我忽然想到了榴莲 想想还是没跟阳光说 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 榴莲现在究竟什么样的活法 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我说 我过得不错 刚上班 在一家酒店里 对了 下次邓业轩再找你 你就跟他说我快要结婚了 过得很好 叫他别来打扰我 结婚 是啊 说不定 我就要跟一个富家子弟结婚了 阳光瞅了我半天 最后一甩头 说道 原来你在这就过这样的日子呢 这就要结婚了 你开什么玩笑 打死我都不信你会结婚 一个根本不相信 婚姻的人怎么会结婚 我笑笑 说道 反正对婚姻无所谓 结与不结有什么区别 谁知阳光生气地说 那也不行 我这关就过不了 别想了 说完扭头就走 我对他喊 你大老远来一趟 这么就回去啊 阳光不回头地说 我会再来的 来看着你 阳光走了之后 我对自己笑 结婚 这事确实荒诞了一点 难怪阳光会急 第二天上班 一进大厅就看见服务台的几个小姐 在那焦头接耳 可是他们一看见我 立刻不出声了 性感 性感三 我奇怪地走过去 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 多少有些不一样了 好像很热闹呢 说什么好玩的呢 我这好像还是第一次 跟他们打招呼 来不想问的 但是感觉事情一定和我有关 便忍不住问了句 几个人面面相去 最后一个姑娘说 萧总要退婚 昨天她未婚妻来闹了闹 找你呢 不过你不在 我呜了一声 没再多问 萧然会这么做 我真是没想到 而且做得这么快 我就更没想到了 不过这是肯定不关我的事 我跟萧然的关系 说什么都不是 好像不太妥当 但是绝对仅限于那次意外 这一天都很平静 不过我终于开张了 一对夫妻带着女儿 要我给她们画一张全家福 这样的话 我还是第一次画 因为她们脸上的幸福感染了我 因此 我也画得格外用心 接连两天 萧然都没有来 我猜肯定在家里 正在接受各方面的阻力 真是难为她了 看起来很成熟 没想到也这么冲动 第三天 一早 萧然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语气镇定 没有一丝慌乱 我倒是挺佩服的 她说 今天你先不要来上班 在家里把东西收拾好 我马上带人过来给你搬家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她就挂了电话 我只好在家里等她 不过我没有收拾东西 我说过我不会去的 现在她又在闹退婚 我可不想无缘无故地就被卷了进去 萧然来的时候 带了上次带的那几个人 气势汹汹的 一进门 萧然看见房间还是那个样子 问都没问我 对那几个人说 开始收拾吧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搬完 那几个人便开始行动了 我一见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还有强行给别人搬家的 我哼了一声 说 你搬好了 我反正不去住 萧然看也不看我 只挥着别人行动着 说 随便你 你怎么说话这么无赖呢 我没想到 她就说个随便你 你不去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有办法 叫这些不会说话 不会反抗的东西去 萧然看了看我 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干嘛非要叫我去 你是你 我是我 你不要掺和在一起行吗 萧然看着我 走到我跟前 可能是顾忌到有人在 小声跟我说 我说过了 你是我的女人 是我要对你负责 你有那么多女人 你怎么复杂的过来 我嘲笑她说 一个风流浪子 对一个女人说复杂这样的话 确实有些可笑了 我没有那么多女人 那些女人对我来讲 只是女人 但不是我的 我也没想过要她们成为我的 但是 我要你是我的萧然说话的语气很坚定 我看出来了 我是非去不可了 我嘲弄般笑笑 说 没想到我的初夜竟然能换来这么多 不错不错 好 我跟你去 萧然忽然笑了 说道 随便你怎么想 我要的是结果 过程要走多远 都无所谓 我陪你好了 性感 性感四 搬到萧然房子里的第一晚 萧然显得兴高采烈 还准备了烛光晚餐 而我却完全没有心情 只是不想扫她的心 便陪着她吃 萧然正吃着饭 忽然笑了 说道 马骏那小子 要是知道我有这么一天 他会不会气绝身亡 我随口一问 马骏现在怎么样了 快结婚了 找了个老老实实的女孩谈恋爱 一看 跟你就是两种人 我想起了当时 马骏拿着你相片的时候的样子 她说这个女孩 只能远观 不能卸完烟 哈哈 挺逗的吧 我轻轻笑笑 哎呀 真没想到 我和你会有今天 萧然忽然感慨地说 好了 吃你的饭吧 越说越离谱了 萧然便低头吃饭 但是脸上却还在得意着 吃完饭 萧然没有准备离开 我示意她该回去的时候 她说 这里是我的家 我没有理由走 我一听 这人不是明显着逼我跟她同居吗 我说 你的意思是我该走了 萧然笑笑 一把将我抱起 边往房间走边说 你更不能走 我心意横 既来之则安之 来之前我应该就明白 这房子不是白住的 萧然也不是好唬弄的人 萧然把我往床上一放 说道 新买的双人床 舒服吗 我看着她 不语 她又说 别紧张 会比上一次好 我不紧张 一点也不紧张 只是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真的要这样吗 没容我多想 萧然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一次 只是开始的时候 有点微疼 没想到 还有一点血迹出来 不过 严格来说 这应该是我的初夜 萧然很好 起码 她对我很好 总是关切地问我 有没有不舒服 虽然我一句也没回答 之后 萧然抱着我睡 满足地说 亲爱 我第一次 叫你的名字呢 从今以后 你就真的是我的女人了 我要娶你 我推开她 说道 别说胡话了 睡觉吧 萧然还坚持说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我真的要娶你啊 如果你是因为 我跟你上床的时候 是处女而负责 那就大可不必了 我无所谓的 真的 萧然把我的脸转过来 看着我说 我不能保证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 真的不能保证 但是你是我现在 特想娶的女人 我这人也任性 想怎样就怎样 可是 你不是那个 我想嫁的人 爱情是可以培养的 你看看我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喜欢我 等着我娶的人排着长队呢 我笑笑 说 你犯贱是不是 等着你娶的 你偏不娶 你娶我这个 根本不想嫁的人做什么 萧然也笑了 说道 有挑战才有意思 我看着萧然 半天 想起了我对阳光说过的话 我说我要结婚 也许 结婚对我来说是条出路 从此再没有别的念想 好好的相夫教子 好好的过我的日子 萧然这样的人 应该算是不错的结婚对象 有点小钱 不愁生活 最重要的是 我不爱她 这样一来 即使她在外面鬼魂 或者最后我们婚姻失败 我都不至于太痛苦 也许 这是个办法呢 性感 性感五 萧然看我一直看着她 奇怪地说 怎么 发现我很帅了 我认真的说 真想娶我吗 萧然郑重地点头 我又问 你不算老吧 萧然一听 说 什么话 风华正茂呢 我说 那好 你等我一年 我得先过一年自由日子 你也赶紧趁有时间 多泡几个姑娘 到时候你还想娶我 我又恰好想嫁 我就嫁给你了 萧然一听 扬眼一瞇 说道 没问题 就这么定了 时间只能提前 不准脱后 我忽然想到了她退婚的事 想了想还是问了 毕竟是说 要和我结婚 我不能再做一次第三者 我说 你婚已经退了吗 萧然眉头一皱 说道 意见我已经提了 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等其他闲杂人等表示同意了 我一听 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条 如果一年后 你的婚还没退掉 我就找别人结婚去了 我可不想再做一次第三者 话一说完 我才发现 说走了嘴 萧然看了看我小心地问 给我说说你的故事吧 我一转身 说道 马骏没有给你说过吗 萧然摇摇头 说 他能给我说多少 而且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都是你的好 真的 那人很痴情的 可惜 你的缘分在我这里 这人确实够臭美的 不过 我不得不承认 这样跟他躺在这里的时候 我想拿他当个一般的朋友 都不可能了 毕竟 萧然对于我来说 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用萧然的话说 我真的是他的女人了 这与我爱不爱他无关 从没和一个男人这样亲密过 如此近 近到不分彼此 也许在这样的时刻里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情 我想了想 便跟他说 关于邓叶轩 关于许飞飞 关于我曾经的那些爱情 萧然听完 轻声问 你觉得你都了结了吗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要了结 谈何容易 萧然忽然笑着说 没事 等你爱上我的时候 就什么都了结了 萧然的未婚妻 到底还是来找我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 当她坐在我的对面的时候 我想到了中叶 这个女人和中叶比起来 实在是太嫩了 中叶能叫我最终离开 并且不想回头 而这个女人只会叫我勇往直前 没有做到知己知彼 不知道我的软肋 如何说服得了我 这个叫惠心的女人 她说话时候的霸气 丝毫掩盖不了她的可怜 她抱着两个膀子 用阴阳怪气的声音对我说 你叫青矮是吧 我劝你放聪明点 萧然是什么人 玩过的女人无数 不要以为她真的会最后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那样想就太傻了 她只不过是跟你玩玩 只不过是想跟你玩的刺激点 你如果聪明点 不要挑唆她跟你有什么结果 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 你开架 我一直在漫不经心地挑我的颜料 没理会她的话 反问她说 你想画附画吗 免费的 她拍了拍我面前的桌子 说道 我是为了你好 你有没有听 我笑了 说道 那你说我想要什么 要多少 她一听 满意地笑了 说道 你开架 不要太离谱 我还是给得起的 我把笔一放 说道 可是怎么办呢 我不想要钱呢 会心一愣 咬了咬牙 说 那你想要什么 萧然 我淡淡地说 实际上 我对萧然也兴趣不大 可是这个女人太嚣张了 有钱了不起吗 我就有你有钱 也买不到的东西 有钱你也得不到 萧然 这是女人和女人的较量 这时候 钱是无用的 性感 性感六 会心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 你以为你是谁 你跟我们酒店里那些陪睡的小姐 有什么两样 你去问问 萧然睡过多少小姐 但是她是怎么尊重我的 你知道吗 我是她的未婚妻 已经三年了 三年时间里 她从来没对我造次过 更不要说你们那些不要脸的上床的事了 我一听 看了看会心 真不忍心打击她了 一个在萧然身边待了三年的女人 以没有和萧然上床为骄傲 多么可怜 她怎么不懂得 萧然就是对陪睡的小姐有兴趣 也对她没兴趣这个道理呢 会心见我不说话 更加嚣张了 笔一地看着我说 我劝你还是在能拿到点钱的时候收手吧 不要到时候两手空空 我对她笑笑 说道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萧然永远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就算你跟她结婚了 你也只不过是守活寡 她气得脸有些微红 半天 说道 好 给你脸你不要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轻轻说 请便 真的 我一点也不生气 这样的事 只是叫我觉得很无聊 她偏要跟我怎么样 那就怎么样吧 来什么 我接什么就是了 接受一个女人的挑战 好像还有点意思 会心刚走 萧然就来了 着急地问我 是不是会心来了 我点头说是 萧然说 你别听她的 她说什么 你都不要听 你只要相信 我就好了 我看着萧然 她紧张似乎有些过火了 我说 她没说什么呀 跟你没什么关系 她只是叫我走 对 就是这个 你别听她的 还有 如果我爸爸来见你 你会害怕吗 我忽然笑了 说道 我现在还没接受 这事的真实性呢 怎么忽然 我就到了 这事件的正中心啊 萧然一皱眉 说道 还笑 我已经挨了 我爸爸两巴掌了 萧然说着 摸了摸自己的脸 真的呀 你爸爸还挺厉害的 能智得了你这个儿子呢 我依然轻松地说 她智得了我 开玩笑 我只不过叫她出点火 占点我的便宜好 顺利答应我的要求 她是清楚的 不答应也得答应 家里的生意 我已经接手三年了 她想了三年轻浮 什么都不问 说句不好听的 没我 她还就不行了 看看 真是谁掌权 谁有钱 谁就要反应 那是萧然得意起来了 要不是怕你不乐意 我才不要过他们这关呢 咱俩过日子 关别人什么事 咱们去把结婚证一领 未婚妻算什么呀 我对萧然笑笑 我知道她在说玩笑话 但是也知道 如果真的到了 无路可走的时候 她也是能做得出来 这样的事的 这个男人 血气方刚的 不像是个 做了三年的萧总 我忽然想起了 会心说的 萧然睡过的女人 无数那句话 再看萧然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原先的魅力 也消失了不少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终究是没有完美的 男人如同爱情一样 然而 当阳光提着行李 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忽然相信了 相信这世上 还是有完美男人的 只是 这些完美的男人 往往都是兄弟 性感 性感期 我去接的阳光 然后先安排她 在萧然的酒店住了下来 问她住多久 阳光说 不回去了 你难道没看出来 我已经带了全部家当了 我工作也辞了 到这里来发展发展了 我无法认为 她是在开玩笑 她的大把行李 也脸上的模样 都在表明 这是一个事实 我只好说 你脑袋坏了 做这么冲动的事 这冲动吗 我认识 我认识